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 《華爾街日報》登出了一宗獨家消息 他們指出 若然歐盟真的去封殺華為的話 中國很有可能 會對於諾基亞和愛納遜採取反制措施 當然這個消息在今天下午 外交部召開禮行記者會時 已經遭到否認 我們先看看究竟《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是怎樣說的 他們引述了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歐盟成員國真的訪效美國和英國 禁止華為進入他們的5G網絡 中國政府會考慮 對於歐洲兩大電訊設備製造商 諾基亞和愛納遜 在中國的業務採取反制措施 是甚麼措施呢? 原來根據知情人士所說的 中國商務部正在考慮實施出口管制 阻止諾基亞和愛納遜 將他們在中國製造的產品 運送到其他國家 另一位知情人士還說到 這是最壞的情況 只有當歐洲國家嚴厲打擊華為 並且禁止華為進入他們的5G網絡情況下 中國政府才會這樣做 當然 在這篇報道當中 他們也有提及到 在去年開始 諾基亞和愛納遜 以及一些小型的電訊設備製造商 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出的生產線了 為甚麼呢? 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 就是要規避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製造的產品 所加徵的關稅 第二 就是要挽留客戶的信心 因為他們那些產品 若然並非由中國製造的話 就可以跟客戶說 並不會構成任何安全風險 而且這篇報道也有提及到 就說中國這個所謂的反制計劃 很可能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的 為甚麼呢? 因為在去年5月 美國商務部 就將華為列入出口禁運的實體清單當中 當時 中國亦表示過 會制定一份外國版的實體清單 將那些出於非商業目的 嚴向中國公司供貨的企業或個人 就會列入這一張清單 但是自此之後 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公佈過 這份所謂的實體清單上 到底有任何的具體企業或個人 暫時仍然只有講字 我的判斷就是 中國根本不可能 對於洛基亞或愛納信在中國的業務進行反制 我們先說中國外交部 今天在這個例行記者會上是怎樣回應的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新上任的 他就說 這條消息是毫無依據的 是惡意獵造的假新聞 fake news 學了特朗普 他還叫記者可以仔細查一下 這條新聞的來源和出處 其實都是援引自華爾街日報 所謂的知意情人士的消息 偏造類似的假新聞 無非是為了挑撥中歐之間的良好合作關係 汪文斌重申 說中方在5G問題上的立場 是一貫的 明確的 中國對於包括洛基亞 和愛納信等歐洲企業在內的各國電訊企業 參與中國5G市場合作 保持開放 上述企業當中 有些已經在中方的項目中中了標 希望歐洲國家 亦能為中國企業 提供一個公平、公正、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實情 歐洲電訊商在中國5G投標項目中 所中的金額 根本上是蚊比和牛比 若是和華為拍攝比較的話 故此這些純粹是做樣子 但我的研判就是 中國根本上是不可能 對於歐洲企業在中國的業務 採取什麼反制 第一個原因就是 若然中國政府貿貿然 走去對於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廠房所生產的商品 實施出口管制的時候 只會加快這些外資企業撤離中國的步伐 本來美國總統特朗普 已經猛響樹敲鑼打鼓 催促美資企業 趕快將生產線和供應鏈 盡快撤出中國 但有些就制裁 有些就不制裁 但若然中國政府這麼愚蠢 走去使出自己的有型之手 對這些外資企業實施出口管控的時候 他們又要想 到底是不是仍然要把煙喉給你掌握 是不是仍然要把生產線放在中國 因為當初這些外資企業選擇在中國設廠 無非只有一個因素 就是生產成本夠低 但是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經歷了42年的改革開放以後 中國的工資水平 已經比起很多鄰近的國家 已經高出不少了 例如你一定是工資水平高過越南 柬埔寨、魯窩、甚至孟加拉等等 但是這些企業仍然留在中國 我們都解釋過了 就是有所謂的工業慣性 但是工業慣性 就基於很多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物流一定要暢順才行 若然它生產了那些貨品 讓你實施什麼出口管制、報復性措施 搞到它拿不到賣錢周轉不靈 根本上它也是迫不得已之下要選擇離開 故此一旦這些外資企業 大規模地撤出中國的時候 肯定會對於中國現在疲弱的經濟 再造成一個巨大的打擊 中國政府能否承擔得起這個打擊 故此我的判斷就是 根本上中國就無法反制 你隨便反制其中一個行業 其他那些就會感到唇亡齒寒 因為現在不走 仍然有錢賺 所以就不走 若然去搞一個行業 其他行業都難保不知何時會搞到自己 肯定是會走一份的 故此最終就是一個行業都不會搞 而且若然真的搞這些報復措施的時候 外國政府肯定就是會乘機加大力度 去崩水給那些企業 趕快走 日本就已經在做這些事 本來只是停留在口吵吵的階段 就沒有一家日資企業是採取的 但是現在日本政府出動到公帑 所謂雞腿打人就牙膠軟了 所以就有80多家日資企業就落搭了 若然你中國政府真是愚蠢到搞出口管制 反制措施 只會加速外資企業撤離中國的步伐 至於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若然歐盟成員國 真的全體去封殺華為 禁止華為參加當地的5G網絡建設 然後中國又走去對於歐洲企業的在華業務 實施反制措施的時候 這樣就會進一步迫使歐盟 去封殺其他中國製造產品 加上此這個爭拗點 仍然局限於電訊業務方面 你估物論歐洲方面 他們說這個牽涉什麼國家安全 你可以當它是藉口 可以當它是真實原因 是什麼都好 反正目前只是局限在電訊業務方面 但若然中國真的反制洛基亞和愛納信 就真的會牽動到歐洲的利益 因為洛基亞就是芬蘭企業 愛納信就是瑞典企業 這兩家都不是美資企業 若然你反制他們的在華業務 就等同於削弱歐洲的利益 到期時就真的冤冤相報何時了 歐洲就不僅是華為會租央 而且到其時其他中國製造的商品 分分鐘都會受到抵制 然後就演變成好像目前中印關係 那又何必呢 而且中國生產的貨品 其實絕大部份 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他國家來生產 比如說成衣 或者是玩具 或者其他東西 除了你說非常高端的科技產品之外 其實印度都可以做得到 只不過他目前沒有那麼多廠房 至於其他低端製造業 很容易找到其他國家去做 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已經在等了 所以我不相信中國會採取這些反制措施 正如外交部所說 今次這個消息 大概都是流料居多 最後就想說另一宗消息 就是美國方面 再有十一家企業 列入出口禁運的實體清單當中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就說 這十一家企業 涉嫌協助中國當局進行壓制 大規模拘留 以及強迫勞動等等 並且收集在新疆當中的少數民族基因數據 故此列入實體清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美方以所謂的人權作為藉口 濫用出口管制措施 將有關中企列入實體清單 是違反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方利益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我們又看看 在這十一家租到點名的中國企業當中 原來有一家叫做歐飛光 歐飛光是甚麼呢? 原來它是專門來做觸控面板 即是說 平時的智能手機 按進去動一下 就是這個觸控面板 就是這家的歐飛光 而且其中一個大客人就是蘋果 故此美國正在針對中國的科技巨企 進行精準的打擊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